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Lis 今天要讲的话题呢,就是三个最重要的方法 最重要的点,让你家里永远都保持干净 最近越来越多的玩友呢,就问我说 因为我在很多分享我极简生活的日记上面有说 我得到的最多的收入之一,就是也让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极简一年以后呢,是我的家里永远都是很干净的 然后我不需要很大的地方,我可以搬到很小的地方 然后照样是觉得很干净,跟以前对比 就不会觉得永远是东西没有地方饭啊 然后想要换更大的房子啊,然后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所以呢,很多人说,那你讲一下 就是精华是怎样可以让很脏很乱的家呢 变成很干净的家 那在我做这个极简之前呢 其实我的房子简直就是乱的,很乱很乱 然后那时候有六个很大很大的IKEA柜子 在帮我放着所有杂物 然后其中有一个IKEA柜子,我不敢打开它 因为一打开它,那个衣服就要爆出来那种感觉 真的,如果你们有看过一个电影叫 就是购物款的告白的话 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情景 就你一打开那衣柜它要全部要爆炸式的爆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衣柜我是很不愿意去打开的 那为什么现在我可以做到就没有很多衣服挂在那里 然后每天都很开心呢 是因为我用了,我觉得我把我本来的五个环境定律呢 现在就减到三个,给大家越简单越好的来讲解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停止购买 也就是断舍离里面的断 断这个词呢,就是这个字呢 意思就是说要断掉你的购买欲 如果说最重要,这三点里面最最重要 我认为也是断这个字 为什么,因为就算你在扔 扔一堆东西的话,你还是不停购买 因为很多人陷入一个迷魂症 或者说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就在你扔,做极简的时候扔扔扔 可是呢,扔掉的东西只是为了买了一个更高级的 然后极简style的东西 就是扔了只是为了买 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你要停止购买 你要购买的东西是你现在必须要用到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步的话 停止购买这个东西的话 你永远无法让你家里干净整洁 就你做得再清楚 就是你再请人来吧 把你所有东西都分类啊 都怎样 可是问东西很多很多的话 你有可能要找一样东西 到会拿出很多东西 永远都是要不停的整理它 第一步就是要断掉 那断掉的同时呢,要做第二步就是舍 舍,就是舍弃掉 扔掉不应该的东西 不要,不用的东西 要用这个环境规则叫20% 就是2080入 就是20%和80%的这一个环境规则 那这个环境规则呢,就是说 其实我们拥有的东西 我说是在极简前 拥有的东西 20%是你真的会日常用到的 80%是你只是存在那里 类似是一个仓库 或者是一个垃圾厂 只是你舍不得 所以呢,你就把它们一直放在那里 那这里面的舍不得呢 有好几个 第一个就是 你对它有感情 因为过去这个时间段 你有感情 所以你舍不得 还有一个呢,是未来 因为你觉得未来有一天 你会用得到它 或者未来有一天 你把它DIY一下 它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于是你就放在那里 舍不得丢掉 可是呢,我们要注重的是现在 你现在有用它吗 你现在会用到它吗 你现在就是 现在不要说今天 而是把它说过去三个月 或未来三个月 或过去一年和未来一年 你会用得到这个东西吗 如果用不到的话 就请你把它舍去 就把它丢掉 所以有很多人在舍这个上面呢 任东西在某一个分类上 对它来说特别容易 可是衣服类就特别难 或者有些人衣服类特别容易 可是呢,纪念品类就特别难 这中间都是有一个 每一个人呢 就是有屯物症的人呢 都是 我说所有人吧 就做基检之前 很多人都有轻微的屯物症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囤下来了 是因为跟它有一种连接 并不是说我用得到它 所以我们一定要勇敢的舍掉 这个东西 那很多人说 做清洁的 就是整理也好 清洁,为什么永远清洁不干净 为什么永远整理不干净呢 就是因为你们只是把东边的东西移到西边 再把西边东西移到哪一个角落 哪一个储藏室 然后什么时候记起来的时候 下次整理的时候 又把西边的又整理到东边 所以永远都是有一千多个 两千多个 甚至更多的东西在你房间里 要不停的整理它 而最应该做的呢 而是把这些东西给剪掉 剪法来整理 就是不用的东西扔掉 于是你生的东西那么少的时候 你再去整理它 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你要的东西都是 你能看得到的 就在那里 因为很少嘛 所以说你的地方也小 然后都摆在台面上 或者都摆在一些你知道的地方 一打开抽屉就那几样 你会常常用到都在那里 还有一个错误我们舍不掉的呢 是客 就是你觉得说这个东西 虽然我用不到 但是有一天客人来的话 我可以用得到 比如说如果客人来的话 你有个电厂 用电厂的火锅 可是呢 你可能一年才来 就是请朋友到家 吃一次火锅机 会是一年一次 那还不如就把这个东西舍弃掉 然后你们下次要吃火锅的时候 你可以去隔壁的 或两条街之类的 或者是走几分钟到的 一个火锅店里面去吃 反正是一年就一次 或者两次 甚至他们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做外 可以叫外卖 或自己煮一点东西 不一定一定要吃火锅 这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概率以后来舍弃掉所有 你觉得说你自己用不到 可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因为招待客人有的时候 真的是 不一定是每一次来都会吃火锅 或者每一次来都会用这个东西 所以客人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到外面去用 就很少用得到的话 把自己家单纯一个家 就是自己住的地方 自己睡觉的地方 自己吃饭的地方 或有一些人工作 自己工作的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 你就把外面的地方 单纯招待客人的地方 那比如说你吃完火锅 如果你想 我知道有时候很喜欢 有客人到家里感觉 因为你把他们请出去 在外面吃 和在家里吃是不一样 那你就可以在外面吃完火锅 然后带一些饮料 或带一些甜点 回到家里 慢慢坐在那里聊 就可以了 不用扳回一堆东西 在家里 你想要那种很试人的空间的话 你可以回来 看一看电视 或者吃一些零食 这也是一个方式 我只是告诉你们 说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无法击减掉 可是所有东西 你想要击减掉 不是必要的 你都可以把它击减掉 你都有方法 可以做得到这样 这样不但我们空间呢 就是说你需要的空间 就变得很少了 也可以省掉很多的房租 然后或者是房贷 地方也不需要那么大 最重要的呢 是房子不会永远那么乱 那所以第一点呢 就是要断掉 断掉乱购买东西的习惯 第二点就是要舍掉 舍掉你不需要 你用不到的东西 不要把东西囤一堆在那里 那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要用一个 从哪里拿起来的 就从哪里放回去的 这个概念 来放所有东西 当你东西少的时候 每一个东西 你都会有一个位置 它自己固定的位置 那或者说 如果没有说特别固定位置 那至少每一个种类 我们是一种类来分的 每一个种类 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于是你从哪里拿起来 就放回它原来那个地方 只要做到这三点呢 你的家就很难很难会乱 因为你一个是停止了入货 第二个就是把家里的垃圾清出去 所以你顺下都是很必要的东西 然后第三点就是 把家里东西摆好 放好 该在哪里就在哪里 不会说拿出来了 然后又乱放一个地方 下次再找 只要做到这三点的话 你家里就是再沾再乱 都可以变得很干净的 就非常非常简单的 这三点 那你们先从这三点做起来 中间还有很多很多整理法呀 细节呀 我就不讲了 我们先抓这三个总点 到时候我再跟你们分享 我学对了很多的 一些细节的整理法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还没有那个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或者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我这个频道百分之九十 讲的都是极简生活呀 理财和个人成长的视频 那极简生活里面也会包括整理呀 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的朋友 我这个频道的朋友呢 欢迎订阅 然后帮我点个赞 也欢迎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有什么好的整理法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见我小福利 给大家看看 Paramel的那个 在吃CAMEL 他很喜欢摸这个东西 哦 我先到这里了 我先到这里了